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中华征信所日前公布的台500大科技企业最新排名,台积电局经营绩效榜首。 这500大科技企业营收较2021年增长6.15%,创下历史新高。 但税后纯利润较2021年衰退3.73%,是近三年500大科技企业首次显示获利衰退。 中华征信所分析,500大科技企业获利衰退,一方面是受到境外客户高库存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恰逢新世代产品交替的过渡期。 从营收额看,500大科技企业中,前十大企业依次为鸿海精密工业、台积电和朔广达电脑、人宝电脑委创资通、应业达联发科、有达光电及联华电子。 从企业经营绩效综合指标看,台积电以经营绩效得分95.97分,据榜首、蓄损科技、信华科技分居第二、第三名。 中华征信所分析发现,2022年科技企业经营绩效前100大企业中,有28家为连续三年营收净额、税后纯利润及每股收益EPS同步成长的企业。 中华征信所指出,在三年大流行中,连续取得营收成长相当不易,税后纯利润也能连续三年成长,说明这些企业在同业中有很强竞争力,鼓励成长性也强。 此外,这28家企业中有13家与半导体产业相关,也可以看出半导体在台湾科技产业中的地位。 台积电在先进晶片封装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备受关注,被评为台积电的一把尖刀。 根据数据和分析公司LexisNexis的专利数据,台积电在该领域超过了韩国的三星电子和美国的英特尔。 先进晶片封装技术是一项关键技术,能够提高晶片效能,对于争夺晶片代工业务的厂商来说至关重要。 根据LexisNexis的数据,台积电和三星多年来一直在先进封装技术上稳步投资,而英特尔没有跟上申请步伐。 其中,台积电拥有2946项先进晶片封装专利,并且这些专利的质量也是最高的。 这一指标包括了其他公司以用台积电专利的次数。 三星电子在专利数量和质量方面排名第二,拥有2404项专利。 而英特尔则排名第三,拥有1434项专利。 LexisNexis Patentside的董事总经理Marco Richter表示,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似乎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并制定了技术标准。 自2015年起,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一直在稳定投资于先进封装技术,并不断增加其专利组合。 这三家企业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或计划使用该技术来制造最复杂、最先进晶片的公司。 据悉,随着在单块锡片上集成更多电晶体变得越来越困难,先进晶片封装技术变得至关重要。 这项技术使得行业能够将多个被称为小晶片、chipless的晶片,在同一个容器内堆叠或相邻拼接起来。 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晶片的效能和效率,同时也有助于解决细片上电晶体数量的限制。 AMB的小晶片技术帮助其伺服器晶片获得了超越英特尔的优势。 值得关注的是,三星电子一直以来都在投资先进晶片封装技术,并于2022年12月成立了一个专门团队来开发这项技术。 部门负责人摩苏康姆表示,他们对先进晶片封装技术的发展充满信心。 然而,英特尔对于台积电专利组合规模表明其拥有更先进技术的观点表示否认。 该公司智慧财产法律集团副总裁Benjamin Astipok提出,他对台积电专利规模的质疑。 英特尔的专利保护了其智慧财产,并且其专利投资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他们认为,专利的数量并不是衡量技术先进性的唯一指标,而是在保护自身智慧财产的过程。 英特尔会选择投资具有战略意义和关键性的专利。 他们对自己在先进晶片封装技术方面的实力充满信心。 至于台积电,他们对此报道拒绝置评,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他们可能选择保持低调,不愿公开评价自己在先进晶片封装技术方面的地位。 不过,台积电选择保持沉默,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该报道没有看法, 可能是因为他们希望保持低调,或者正在进行内部评估。 无论如何,这个领域的竞争将会激发技术创新和进步,对整个行业都是有益的。 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的竞争和合作,以推动先进晶片封装技术的发展。 根据日前DG Times报道,台积电为了满足AW6S、博通、思科、徽达和Silence的需求,正在积极扩展CoreOS封装产能。 徽达在人工智慧和高效能运算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运算GPU的短缺主要原因之一,是台积电CoreOS封装能力有限。 CoreOS Chip-on-Wafer on Substrate是一种2.5维的整合生产技术。 先将晶片通过Chip-on-Wafer,即COW的封装制成连接至细晶元, 再把COW晶片与基板Substrate连接,整合成CoreOS。 台积电计划到2023年年底将CoreOS封装月产能从8000片提升到11000片晶元, 到2024年年底增加到1.66万片晶元。 此前,有传闻称,徽达计划在2024年年底前将CoreOS封装产能提高到2万片晶元, 只是这些讯息均不是来自官方,可能和实际存在偏差。 Digitimes报告称,徽达、亚马逊、博通、斯科和Silence等主要科技巨头都提高了对台积电先进CoreOS封装的需求, 台积电因此被迫续签必要设备和材料的订单。 徽达已经预定了台积电未来一年40%的CoreOS产能。 然而,由于严重短缺,徽达已开始与其二级供应商探索选择, 像Amco Technology和连电下订单,只是这些订单量相对较小。 消费类电子行业处境低迷, 而台积电坐享苹果和人工智慧两股东风,仍有望突出重围。 华尔街正基于从财报中看到台积电从与苹果公司的合作中获得的收益, 及其在供应人工智慧、用途晶片方面的作用。 White Bush一名分析师基于台积电跑赢大盘的评级。 他表示,虽然货币效应可能会对台积电达成其预期业绩起到一定作用, 但未来的积极因素不仅如此,还包括公司与苹果联系紧密, 因为iPhone是2023年为数不多的保持增长的消费品之一, 以及台积电在几乎所有现有的人工智慧产品方面都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